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京东物流2618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热化组简选 原因是内地物流数据向好 今年头8个月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205万亿 按年增长超过1成2 第4季是消费黄贵 网购热潮推动 物流相关股盈利有望提升 股份关注京东物流 交易国际说 京东物流短期以收入破章为主 预料公司2020年至2025年 收入复合年增长率是2成1 市占率将会有2.7% 提升到4.5% 有预料京东物流下半年盈利改善 全年调整后 净亏损预料近19亿人民币 公司持续扩张市占率 盈利可能有波动 但中长期来说 规模效应和自动化技术应用 有望带动利润率达到5%以上 京东物流昨天收入31.65 投资者可以留意30元附近的收集机会 目标价36元跌穿28元减持